3.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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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Ebby 我是Y先生 今天是Y先生的Obong家族旅行 隔了一个月又看到啤酒泡泡了 今天要去好久不见的横滨 我跟Y先生认识的时候 疫情才刚要开始 Y先生从来没有来过台湾旅游 最近Y先生常常会上网搜寻一些台湾的美食 今回は小籠包とジーパイと 胡椒餅と北京ダック食べようかな Y先生几乎每天都在面 于是就有这次的横滨中华街之旅 就跟着我们一起到横滨中华街逛逛走走吧 从这里往前走 就会到达中华街最热闹的地方 Y先生的妈妈是第一次来 大家都还蛮兴奋的 我都在这次来的菜館 我都在这里面 我都在这里面 哇 中华街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在这里面 我都在这里面 小籃包的店是有的 世界冠军 今天明明是平日 可是人好多 来中华街之前就听说 现在这里的人非常的多 大家都出不了国 所以都来这边感受一下中华街的氛围 这家店除了珍珠奶茶之外 还有卖一些点心跟冰淇淋 旁边的饭馆又大又豪华 又是一家卖珍珠奶茶的店 这个看板跟台湾的恶魔鸡排有点像 是一家卖珍珠奶茶的店 又是一家卖珠奶茶的店 又是一家卖珠奶茶的店 真的很有意思 这家也是恒边现在非常受欢迎的包子店 嗯 要选哪一个呢 这家店除了包子之外 他也有在賣一些熊貓的相關商品 來了好久 終於買到了 雖然有點壓痕 但是還是好可愛 生地很滑和 這裏也有一家香港大飯店 最近生煎包跟糖果肉都還蠻受歡迎的 到處都有在賣 之前日本的主管去中國出差後 最常問我為什麼旅館要叫做飯店 我都回答旅館也是吃飯的地方呀 這家店的叉燒菠蘿包好像也很有名 我自己也是很久沒有吃到香港的小茶店了 每個都想吃看看耶 這裏也有很多占卜館 Kiki Restaurant 好熟悉的名字喔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叫做市場通 這裏面有好多的占卜館 有戀愛的啊 還有手上占卜 每隻都肥肥的好肉冷喔 這裡的芝麻球插上的竹籤會不會很容易被當試吃品啊 這家店賣了很多旗袍跟一些小東西 大家先看見到了 這邊的麵包 我們好像有各種的包包 它是嘴巴的 你們看他們都有在熟悄說嗎 這看起來挺好的 蔡卜人 這個家店 你會帶他吃嗎 這一家店 這就是比較廉重的 這就是日本人 太飯廣 是台湾的米蛋耶 一次要400元 有台湾的米酒 还有台湾的甘鸡茶 又是一家鸡排店耶 好想吃雪花冰哦 前面的横冰大世界 看起来超高超豪华的 Y先生之前 有在玩木村扩栽的游戏 所以看到这个场景超级兴奋的 又是一家珍奶的专门店 这一条路往前走 就可以看到妈祖庙了 又是一家熊猫的专卖店 最后我们选择这家 有客家花布的鸡排店 黑松莎丝跟白辣子耶 是甜不辣跟米雪糕耶 一份要750原真的不便宜耶 好吃 鸡排 外先生吃得很开心 吃到鸡排就很满足的外先生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寺庙 这里不只供奉着妈主 还有月下老人 跟文昌帝君 还有祝孙娘娘娘 我的妈主没有超大的 不该呢 这家的北京烤鸭怎么好像有点薄啊 外先生还是吃得很开心 这家店的前面满满都是人耶 这家店的小籠包很会爆炸 好吃的小籠包 听说这家店的小籠包很会爆炸 买到的乳母 小心點 很熱 結果馬上就看到了 這地方是遊戲裡看過的景色 前面的遊戲裡 這地方是小雲花 這地方是小雲花 只有園丁这里才可以吃的到草莓糖咕噜 我们现在来到園丁中华街的另外一边 原来先生很喜欢台湾的庙宇 所以一直很努力的在拍摄 从关帝庙旁边的小鹿一直走 应该就可以回到刚才的香港小鹿 是包仔饭耶 等我把台湾的美食介绍完之后 下一个想要推给湾先生的坑 就是香港的美食了 哇 这次都那么有台湾的感觉 找了好久才找到这条台南小鹿 这里真的跟台南的小巷弄好像 好烦喔 哇 满满的台湾国旗耶 原来小鹿就在这里耶 这里有好多名人的签名 这家店就像是来的 这家店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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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